大家好,我是文鲁 最近在巴黎奥运会上 羽毛球男子双打的冠亚军的比赛当中 台湾夺冠 然后中国这边是亚军 这个事引起了很多关注 包括在场外 有台湾的民众拿着一些支持 台湾的像地图这样的东西 然后被抢走 这个事情引起了全球的媒体的很多很多关注 然后韩国媒体这边也给了报道 然后昨天我看了报道 没有太仔细看 但是今天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吓了一大跳 很多媒体在报道 然后整个引起韩国人大规模的 像雪崩一样的支持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看到在YouTube里面有一个视频 是韩国MBC电视台的视频 它这个视频到目前为止 我刚刚看到点击量是达到了236万次 然后点赞是1.7万 评论是将近4300个评论 点击达到了200多万230多万 这个真的是挺多挺多的 就这么几天的时间 然后他MBC电视台新闻的题目叫残忍卑劣 然后愤怒 同时就是台湾击败了中国 然后爆出大冷门 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然后我就看了整体下面的这些大规模的民众留言 虽然我是大韩民国的国民 看到这么多韩国人支持台湾 我一向很喜欢台湾 我也觉得真的好感动 规模太大了 4000多个评论 对吧 里面 然后我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 整体评论的情况 他们都 韩国人都说了什么 里面有很多很短的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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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评论 就是非常明确直接的支持台湾 比如说台湾加油 台湾第一 台湾No.1 台湾第一 台湾万岁 台湾是独立的国家 支持台湾 台湾永远 台湾是地球上名副其实的国家 然后子虞的祖国台湾支持你 然后祝贺台湾夺冠 等等 就这样的就很短的 很明确的 非常有力的 支持台湾的评论 非常非常多 你都看不过来 特别多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评论 我也简单给大家说一说 比如说 这评论印象很深刻 他说在韩国 在韩国台湾从来没有被称为过中华台北 在韩国只有台湾 然后说不能使用国旗已经很委屈了 连加油的这些道具都被拿走了 真的是太残忍了 然后就是说 还有人说在奥运会规定之前 就是你奥运会不管有什么规定 之前盗窃行为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观众 对吧 中国的男的 你凭什么把人东西拿走 是不是 那就是一个盗窃行为 对不对 然后说违反规定 他这个违反规定 主办方要查处 观众有什么权利去拿别人的东西 是不是 然后就是说 还有人韩国人说 为什么不能使用台湾国旗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为什么不能使用 无语了 干脆把中国排除在国际比赛中 孤立中国 就是你看整体的这个留言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气愤 都在 反正我看了那么多留言 好像没有 没有 就是说 说台湾不好的 全都是在大规模的 像潮水一样 像海啸一般 对吧 支持这个台湾 真的是很让人感动 然后还有说 说什么 这个 这个这个留言说 台湾游客和大陆游客 真的不一样 作为经常接待外国游客的 这个行业从事者 就是台湾人真的不一样 亲切有礼貌 为台湾加油 这样还说这样的话 反正他里面那种很多都很重复 说的都都都很类似 就是你能看到就是韩国人内心最真实的那种感情 那种那种感觉 然后就支持台湾的那种状况 然后我看到还有一条就是有一个台湾人吧 他也他应该能看到韩国语 他也看到了这些留言 他也很感动 他也留了一条言 韩国语 汉语 还有这个英语 就一样的 就是留言说什么 作为一个台湾人 由衷感谢大家为台湾发声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这里面留言里面 还有很多针对中国的这个留言 针对中共的这个留言 那就是大家能想象到了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厌恶 非常非常的这个讨厌 对吧 然后还有很多调侃 对吧 就是很多言论就是这么说的 意思就是 大家这有什么大型小怪的吧 中国不一直如此吗 对不对 中共不一直是这样 反正很多人就是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极其的讨厌 极其的厌恶 对吧 在这个 几年前的东京这个奥运会什么 当时就有那个羽毛球 当时也是羽毛球选手吧 一个中国的女的羽毛球选手 在那个公开场合 对吧 面对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摄像头 他就骂人 就是跟韩国选手比赛的时候 骂人吧 对不对 当时也是在韩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震动 当时我也做了视频那个时候 然后今年呢 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但今年这个情况 我觉得他这个点击量也好 各个方面好像比那个时候 这个点击量更多 大家这个支持的人更多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就是 韩国和台湾的这种关系 好像民间哈 有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不知道台湾民众对韩国是一个什么状况 但是韩国现在整体上对台湾是越来越喜欢 对吧 以前就这个非常这个喜欢 以前就是民间对吧 那个时候包括这个子余出那个事情以后 韩国民众都气坏了 等等 包括我也坐过去街坊了 做街坊的时候 人家就 有人说你是不是挑把那个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这些 街坊凑在一起做一些节目 真不是那样 我问了那么多人都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都对台湾非常这个有好感 就是韩国人 对吧 这以前就是一直都有好感 但是再加上现在呢 就是说台湾现在实力啊 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实力的这种展现啊 对吧 包括最近在AI技术领域的这种 在全球引领科技走向的这个状况 包括华人勋到台湾说的那些话等等等等 这个给韩国社会留下来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啊 就是最近吧 就是在韩国社会媒体里面报道台湾的内容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基本上都是非常正面的 很多时候都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态度 韩国人 我们要向台湾这个学习等等等等 台湾就是比如像人工智能领域 对吧 这个很厉害 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这个方向上也是一个 我觉得那种大规模的韩国人支持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中国呀 实在是这个关系太差了 特别是在民间看到中国人做的那些事情了 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 真的是让韩国人已经受够了 受够以后呢 就是在一对比一发现 哎呦 台湾这么好 你要是没有这种对比 可能韩国人的感受还没有那么强烈 你这一对比 对吧 就像刚才我那留言里提到一样 他说他是这个从事接待外国游客的这个从业人员嘛 就感觉台湾人他就是不一样吧 对不对 就更加的这个喜欢台湾 珍惜台湾 想要去台湾 等等等等 就是中共的这种衬托作用嘛 总之就是看到这个今天这个视频啊 看到这些留言呢 就是挺有感触的 就是跟大家这个想要去这个沟通一下 就有的时候吧 那天我在视频当中也谈这个事 就是说台湾人朋友 其实大家也看到中共的这些做法吧 以前大家可能会很气愤 那现在也没有必要去气愤了 中共越那么表演 越那么折腾 对不对 可能台湾不是可能了 一定是这样 台湾在全球的这个被关注度 台湾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力 可能会越来越大 对吧 今天这个事很明显 就没有这个事 可能韩国人这边也没说什么 突然有了这个事 韩国人整体这个想法 就全都这个起来了 对不对 200多万点 你230多 大安民国的人口刚5000 5000多万 5000万左右 你说这个点击量可真的是 再加上其他的这些 这个新闻 其他的YouTube视频 加起来能够达到500万 10个韩国人当中 可能就有一个人 关注这个新闻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整体的这种热度 当然我是非常非常希望 就是说韩国和台湾 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往来 当然在历史上 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了 然后民间 我希望台湾和韩国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往来 甚至在未来 能够这个建交 那当然这是这个最好的 我觉得整体上这个大趋势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毕竟两个国家的这个大家的价值观 大家的这个意识形态 各个方面都是这个很相似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总之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吧 有这样一些感慨 就跟大家简单这个分享一下 整体这集的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